中文字幕 李宗盛 詞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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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真的隨時 因為保養品的話 小棕瓶真的可以讓你的皮膚 非常的滋潤跟保濕 然後個人生活方面 我非常非常的愛喝水 我就是一到家之後 就會有兩個那個保溫服 我一定要兩瓶 因為一瓶就是很容易就喝完 然後我都一定是喝溫偏熱的 然後我每天躺在床上 就一邊看去一邊喝那個水的時候 喝到一半我就會開始有 犯恐慌 然後我就會指使我女兒說 Elly或Lily誰進來 然後他們就會做什麼事 我說幫媽媽加水壺的水 記得要溫偏熱 所以我女兒現在都非常會拿捏溫度 然後他們那個水壺送進來之後 我就會說OK thank you 然後他們就會不走在那邊 我就會說有什麼事情嗎 他說媽媽妳要不要試試看溫度 然後我一喝我就會說 Good job 因為妳做到那個家燙水的時候 很容易會燙到手 可是他們都為了愛媽媽 就是不怕這一切 所以我很感動 所以不管在那個身體方面 以及臉方面 真的就很濕 但是我說的是滋潤 老公也很好 老公也很好 老公也很濕 老公也很濕的狀態 我老公倒是沒有大肆的伸展 我說老公妳好濕 但是她只是覺得說我的狀態很好 她就說 Baby妳皮膚好像小孩 或者是妳那個姿態就是很年輕 我覺得姿態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這樣的話 就會看起來老太隆重 可是妳如果就是硬著 硬把脖子伸長 就會感覺比較有氣勢跟年輕 所以覺得這個代言保養品 那個演員圈裡面 應該是沒有女性能夠升任的 因為保養品實在是太多品牌了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女性 被邀請找去代言 像是 因為我現在很喜歡吳秀波 因為我有在看那個軍師聯盟 然後現在已經演到夏季了 然後因為張軍令跟他那個 對手戲很多 我就覺得 可是我承認他 他在戲裡面也很漂亮啦 可是我承認他 可是妳不是喜歡曹操嗎 誰 妳說誰 余侯偉啊 喔因為曹操 曹操第一集死啦 然後後面他的戲份就很少 然後我就變專注在那個 司馬椅身上 就發現 吳秀波實在太會演了 最近最愛他 最近最愛的是他 最近最愛的心彎是他 對沒錯 陳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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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雙子座 然後又是上了 就是雙子座的婦人 就是妳要幹嘛 妳幹嘛要那麼忠心呢 因為我的忠心已經用在婚姻上面了 我何須喜歡別的男人還要那麼忠心 所以當然就是要不斷地換啊 所以陳韋婷已經是 稍微有點過去了 那謝霆鋒幫妳組成這個 妳要不要回饋他 他最近要回饋他 妳說謝霆鋒嗎 對啊 謝霆鋒他出唱片的時候 有請一些藝人朋友 就是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他們就有請我問 然後我就問了他一題說 我很想要聽到妳跟王菲合唱 妳會跟王菲合唱嗎 然後錄完之後 他們唱片公司的人就說 可以問別題嗎 我就說不行耶 因為我只想問這題 結果他反應怎麼一樣 我不知道他記者會辦了沒 辦了嗎 那他可能沒有把我這題撿進去 所以還是希望喊話說他可以回答這題 對啊 因為妳們難道不想要看到他跟王菲同台合唱嗎 很像 因為他之後好像會來台灣的演出 我想他可能會邀我 因為我覺得自從我上完他節目 還有他上完我節目之後 他就對我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跟信任感 所以我想他應該會接到他的邀請 他是罵妳當話 可是妳想一般人會問他說 妳跟王菲 王菲洗澡的時候妳敢進去看嗎 妳覺得誰會問他這一組 可是我問了 然後他也就是笑笑的說 他有回答 我說妳大便的時候王菲可以進去看嗎 他說不行 我說那洗澡的時候呢 他說那可以 因為我前面先跟他坦承了 我跟我老公的相處之道 所以我覺得他對我還算滿那個掏心掏肺的 昨天您請說生女兒要問女兒 什麼意思怎麼生女兒啊 因為他可能想要一個女兒吧 喔 因為我之前一開始要生小孩的時候 都是在鑽研說怎麼生兒子 然後後來都沒笑 還是就用了錢 就是什麼吃藥啊體味啊 然後男生要禁育啊 什麼各種方式我們都試過 然後三胎都生女兒 然後三胎生女兒的狀況之下都是 老娘受夠了 我不想要再吃這些東西了 生不出兒子又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真心喜歡的是女兒 然後我就說老公我們就不要管這一切了 然後那天我們就會說好 然後就relax的買醉 然後買醉完之後就激情 就激情 然後就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嗎 就 就大做特做之後 就連三個都是女兒 所以林志景如果想要生女兒的話 我就勸你跟你老婆做喝醉 然後不要管那些什麼其他房間的東西 所以之前好像跟那個老公合照啊 然後王玉好像說老公的穿衣風格都變了 然後像梁朝偉是不是 有像梁朝偉嗎 我是覺得他比較像古巨肌耶 為什麼 因為他跟古巨肌是同一種臉型啊 就是鼻子圓圓大大的 然後重點是我老公最近身材變得非常好 就是幾乎零脂肪 然後上面是 整個身體是倒三角形的 然後他最喜歡問我的事情 就是說 Baby你摸我胸肌多硬 你摸我手臂多硬 然後就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他身材變那麼好 你們有沒有激情指數增加 我說沒有啊 因為他臉還是許亞軍啊 哈哈哈哈 所以他穿衣風格真的有變嗎 還是那一天就是 沒有就是他因為運動量太大了 所以他穿運動服的次數變多了 我喜歡他穿運動服的樣子 比較 謝謝大家 謝謝 喔對 我覺得我最近在臉書上面的這個內容 常常被人家誤解 就像狗毛事件 有人有真的穿狗做的毛 狗毛外套 然後那天跟我老公是一起去香港 然後工作 然後我們就一起在飯店 然後那張床是只有一個棉被 可是我一個棉被跟老公睡了 我就睡不著 因為一轉身我背後就會很涼 因為我睡覺一定要全落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Baby我真的睡不著 他就說 你就想像自己在黑洞 三秒鐘就睡著了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他就轉身 然後我就想像自己在黑洞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Baby我進不到黑洞 我話還沒講完他就已經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你的黑洞就是 你進去的很高興啊 問題是我的黑洞門口就是 請問這叫我如何睡 所以我只是要形容這件事 然後沒想到 網友一直把黑洞想成別的東西 所以鄭重的成績 我是要想說 我老公在我耳邊打呼 沒有別的意思